新闻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2024年8月 特斯拉在欧洲的新车销量同比下降了36% 仅为21701辆 此外 2024年上半年 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13% 据彭博社和德国商报Handosblad报道 特斯拉在欧洲唯一的汽车工厂 德国Gronheide工厂的高缺勤率 引起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的注意 商报报道称 特斯拉Gronheide工厂的员工 请并加率在8月份排升至17% 是去年德国汽车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多 在一名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该报道后 埃隆·马斯克在该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我正在跟进此事 商报援引特斯拉内部会议的录音报道称 特斯拉德国工厂经理 已经拜访了特斯拉并驾员工的家 但是这一举动 引起了员工的强烈反对 据报道 有些人猛地关上门 或者威胁要报警 欧洲最大的工会 IG Metal的地区负责人 Dirk Scholes表示 特斯拉工厂员工并驾率高居不下 对员工进行加访 是荒谬的行动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工人报告称 工厂的工作量极高 并且工厂的管理层 向生病的员工施加压力 而健康的员工 则被要求承担额外的工作量 据悉 特斯拉德国工厂 今年以来频频停产 原因包括供应链问题 以及环保主义者的反对 今年1月 由于鸿海危机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特斯拉宣布 其柏林工厂 将在1月29日至2月11日期间 暂停大部分汽车生产工作 今年3月5日 特斯拉工厂 由于当地一处高压电线 遭遇纵火 引发停电 不得不暂停生产 一个名为火山集团的组织 选成对此负责 虽然最终特斯拉在3月13日复产 但此次停产损失 估计达数亿欧元 对此 马斯克曾在X上评论称 他们要么是地球上最愚蠢的生态恐怖分子 要么是那些并不持有环保目的的人的傀儡 停止生产电动汽车 而不是化石燃料汽车是极端愚蠢的 今年5月8日 特斯拉柏林工厂再度宣布关闭4天 而这次停工 主要又和当地民众示威抗议特斯拉扩建有关 6月初 特斯拉宣布其位于德国的柏林超级工厂 将于6月总计停产5天 特斯拉表示 这是生产运营的常规操作 没有任何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 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 呈现出显著下滑的趋势 2024年8月 特斯拉在欧洲的新车销量 同比下降了36% 仅为21701辆 此外 2024年上半年 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13% 市场份额方面 特斯拉在欧洲的纯电动车市场 从2019年的19.8% 下降到了2024年的17.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